这是做瓦的工具 一个可以活动的 有弹性的开口木洞 甘肃甘蛊线 它叫张三忠 一味瓦匠 这个环节叫堆泥墙 张三忠的儿子张其鹏 大学毕业后 回到老家给父亲打下手 至今还没有资格充当主力 拍摄 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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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手朧 撕住 二十多斤 二十多斤啊 你看 就这一张 一片哈 这一步难在哪呢 难在什么地方呢 这坏了就生亚不难了 在哪的时候 这坏了就卡着很价格 但是它就死了 哈哈哈哈 大起来还要到辣境 辣境呢 对吧 你儿子这一步还做不了 做不好 做不好的摄影才能做出来 这个巴士大到四节长来 就质量好 手机也出来 多长时间捏的 一年就捏成这样了 要排后倒均匀 放在楼里边就不倒 排后不均匀 就是外地写的 好 搅拆的哈 干也是这冰箱 冰箱也是这发不过精力 还要搅拆 不浇水会炼吗 对 这个水分它散时的过快 地面慢慢干 这个瓦也慢慢干 不然就会容易炸壳 干素气候干燥 浇水和拉遮阳网 都是为了防止瓦筒裂开 因为20多斤的重量 一个小时后 瓦筒的下半部分出现了变形 所以下一步就必须把它们倒转过来整形 还有划线 要活线好 不活线也不行 这有四根印线 等分成四片 然后划开以后就上架吧 这样来起来 银杆 晒干以后就可以拍开 印线就拍开 它是这样 就成四片 就成四片了 拍一下就成四片了 一拍四片 它以前叫做什么 一模四样 以前有个说法 就是说的这个 瓦片拍好之后 下一个环节 就是烧制 张其鹏除了给父亲打下手 最主要的工作 是利用互联网 把自家的瓦卖到了全国各地 现在他们家60%以上的销路 都来自网络 我转过一段走廊 忽然发现 怎么没有听到脚步声 我立刻 我立刻正宗其烂 确保每一步都发出声哟 提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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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演做自己的 你池 黄醋一瓶摊了几十年的棉花 终于将儿子送到海湾名校上大学 但回国后 儿子蒋小栋却放弃了体面的白领工作 干起了淘宝店 摊棉花的目的是尽量把棉花弹松 弹开弹均匀 然后把摊开的棉花抚平 下一个环节是固定这些棉花 刚开始我来的时候 我也有这么一个疑问问我老妈 我说为什么不直接往纱布盖好 然后我老妈跟我讲 她说直接用一张布盖上去的话 你会发现它表面的纱布 跟下面的棉花 是没有办法真正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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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纱 签完以后 它的每一根纱都是独立的支撑 你拉这根纱不会影响到别的纱 所以它会有最大的一个支撑力 让它表面的稳定性是最强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手动签纱 这磨是什么作用的 磨着把这个纱和棉花 就是捏在一起固定它 不会脱落 要磨多久呢 要磨半个小子 半个小时 这个纱就是固定的棉花头 我们这个纱去筛成纱的 横 竖 斜 都去筛成 才能固定这个棉被 磨平之后只完成了一半 翻过来之后 还要在背面把刚才的全套留成再走一遍 这是叫包边 黄醉瓶大部分的生意是儿子从网上借的单 这些棉被都是定制的 都有特定的尺寸和重量 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 整杏套 里面还有在我们手工做的棉被放在里面 这个就是整形 把它一层一层放进去 这里面有几层 这里面有三层 然后两个整形放在一起 再避震一个 然后再一个套子套好 就是完完整整一个整形 这样睡的时候五到六公分 是吧 这样的 现在都松在哪里 如果说你睡了就是这样的 睡了就是这样的 很软很软的 和枕头一样 棉被也要穿上一件内衣 正式使用的时候 再套个背套就可以了 我称这个声音为牟宝快乐银 一听到这个声音知道生意来了 现在一天能卖多少条棉被 平均今年的目标的话 平均一天八到十条吧 这样子 两三千条左右今年的目标 去年就是差不多接近两千条 那今年就是达到三千条这样子 浙江同乡 另一位年轻人 也把一门传统手艺 做成了赚钱的大声音 你要什么内胆套 我们连接的区别是内胆套区别 蚕丝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称两条二斤 一米八的 是蚕丝净重两斤 两斤的尺寸是一米八 两米一 加上内胆套以后 它现在是三斤一两 在这里 一床蚕丝被做下来 只需要十分钟 而买被子的顾客 则可以通过直播 看到自己蚕丝被制作的全部过程 现在锅里煮的是蚕 这叫煮简 这叫煮简 煮好的简清洗之后 进入最费时间的环节 剥简 每一个简直都是要靠人工的慢慢拨出来啊 所以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手工丝 手工丝效率低下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 这个小伙子叫孙丹风 是于大叔的商业合作伙伴 两斤的蚕丝的话 它要多少了 要六七百个双公斤 所以一斤 那两斤的话 就要一千多个双公斤 奶奶们完成最繁琐的环节 下一步仍然交给于大叔 再来一步 再来比起来 再来晒了是吧 嗯 再来晒了 再来晒了 好了,就是这样 现在鱼大树的环节完成了 又该奶奶们上场了 在这个阶段的层次叫棉兜 每个棉兜由25个残碱组成 做残四倍的残碱叫双弓碱 是两只残在里面来回浇织土丝 所以出来的丝天然就是浇织的 把它们拉大就可以了 如果是一只残土的丝叫单弓碱 单弓碱可以一条丝从头抽到尾 没有浇织 所以用来做面料 残丝非常柔软 看上去这个环节也并不费力 不过 那我从这边试一下 好 这个 那你来好了 你去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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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老鼻子 中家老鼻子 老鼻子放出来 这么大力气 肯定要不放力气的 老鼻子放出来 你看我 我以为很轻松 看得好轻松 再睡个吧 再睡个 再睡个 我穿过一段走廊 忽然发现 怎么没有听到脚步声 我立刻正踪起来 确保每一步都发出声响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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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у演做自己的ским非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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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依旧自己的你已许